还没有就是扫到前面的这个QR Code的朋友 现在QR Code刚好被我挡住 这样子应该好一点 大家可以扫扫看 那如果还是扫不到的话 它底下有一个现在还是被挡住的这个网址 叫slido.com slido.com 那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扫到QR Code的话 手动输入这个网址slido.com 然后再输入11101 那也可以进入同样的这个讨论区 那slido.com11101 还有这个QR Code 我就先停在QR Code这边 那这个匿名的讨论区 它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只要越高 它就会往上浮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就是在想这么多朋友只有四个赞 表示大部分朋友还没有扫到这个QR Code 那也可以自己在群组里面传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除了可以按赞之外 就是可以追问 那随时大家Po的新的问题 那我在自己的手机上面都会收到 所以当然随时也很欢迎举手 那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低麦克风 那即时的对谈 但是如果你有就是觉得 就是举手问起来 可能会打个六七折的问题 比较直接的问题的话 那也很欢迎用匿名的方式 在slido上面跟大家分享 这样应该都OK吗 我们后面的朋友应该也扫到 可以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了 好 那目前最多朋友关心的问题是 有七个按赞 说港澳委员您好 请问台北推行一卡通 所以最一卡一通一付 不是一卡通 一卡一通一付 全面一化的政策 那将来台湾是不是会全面的执行 那对于所谓大数据搜集所面料的资料的问题 政府单位是不是有相对的应变措施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就是大数据的搜集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只把资料放到自己已经信任的那个单位 那好比像说像我们扫简讯实验制的时候 我们是放在我们已经就是有开一个门号的我们的电信商 所以像我用的 如果是中华电信 那就是放在中华电信那边 如果你用的是台湾达达达达或其他的这几家 都是放在他们的机房 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说你信任某一个单位 那个单位又信任另外一个单位去做运算 那信任是不可避议的 就是你信任他 然后他信任另外一个人 不表示你也信任那个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所谓的资料搜集的目的 他是在他搜集的那个地方去运算 那除非这个必要 好比像说我们扫那个简讯实验制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看到一个警线防疫目的使用 那如果是看得到这个警线防疫目的使用的话 就知道说你存在这五大约信商的这一些资料 大概都只有每个县市政府 他的疫调的人员能够去取得 我们最近就是四个星期二十八天 大家扫简讯实验制的这些记录 那如果不是医疗人员 不是我的防疫目的 他不想要卖你广告啊 等等这些朋友的话 那五大电信商 因为他如果就是破坏你的信任 他就很难留住他的客户了 所以他们就那个incentive 有那个诱因去确保说 除了医疗人员之外 都不能够取得这个资料 我看到后排有人 sup-carecode不是很容易 我们是不是这个调整一下 我的iPad的位置 slido.com 然后11101 这个大家可以用手动输入 不一定要了 就是用sup-carecode的方式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设计简讯实验室的时候 很在意的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台湾大概有八成的朋友 有智慧型手机 但是有另外两成左右 用的不是智慧型手机 是翻盖的手机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扫不到简讯实验室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让这两成的朋友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才设计说 你可以把这15个代码 手动的把它传简讯到1922 那当然还有大概2%的朋友 是完全没有手机的 那可以旁边的人帮他扫 或者还是可以用纸笔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是要数位技术 来配合大家使用的习惯 并不是一定要大家来配合技术 这个是顺带一听 好那所以除了刚才讲到的 就是要把资料纸放在大家本来就信得过的地方 不是因为疫情发明什么 全新的这个资料储存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双向的给出交代 我们可以看到在SNS.1922的这个网站上面 每天每天我们都会说 目前已经传了25亿则被删除的简讯已经都删掉了 我们每天删大概1000多万则 那这个是分散在五个电信商跟台北通 那然后这边实际被医疗人员调出来 那其实任何在健康存者上面 他所给的诊断啊 开药啊 等等的这些 其实他都会留下他是谁的这个记录 所以就好像医疗人员要留下 他是哪个卫生区编炮解号的医疗人员 让你反向查询一样 在健保快语通上面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说 你每次的这个看诊啊 或者是领药啊等等 是哪一个药师哪家医院 在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 同样他的诱因就是保护你的这个信任 而不是说把你的这个资料外线 因为如果外线的话 你只要看是哪一份资料 你马上就知道是谁害的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的这些资料处理者才是along 就是他的价值才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并不会说硬要把资料集中 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的方向 一直都是把这个资料处理分散 所以好想你的电信商也不会知道这15码 减许实验室的代码 它对应到哪一个地点 那个又是放在另外一个资料库里面 所以每一个我们叫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就是每一个放资料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还原全部的资料 只有最后那个目的的需求方 就是医疗人员才能够这样子去使用 所以我们的应变措施 简单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栏子里 资料的搜集是你已经信任的这个party去搜集 它的储存是分散式的储存 那每个部分就算它有碰到一些资源上面的挑战 它攻打下一个地方也不能够完全的去重建 你的这个个资的轨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它的这个资料的处理者 他想要有更大的运算的能量 他想要跑一些机器学习等等的模型的话 在以前是说他要把你的raw data 就是你的这个个人资料放到什么公有余 或者是某个大的有计算力的这个厂商去计算 那但是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 就是我信任你你信任他不要说我信任他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家高速运算中心 高速网络运算中心 国王他们也有最近办了一个研讨会 就是去探讨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些新兴的技术 去确保说我如果把你的资料拿去给别人运算 我是用一种加密的方法这样子的话 对方还是可以运算 但他运算是不知道自己在算什么 是算完的结果拿回来给我解密之后 才能够取得他运算的资料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在资安上面就多了一种保障 像这样子我刚刚提到的概念 这个叫同态加密 刚刚讲到的是安全的多方运算 分散式的学习等等 那这些都是现在很实心 尤其是在区块链圈 他们是非常喜欢研究这个 那我们就在就是链圈的研究之下 现在在以前是说好像资料的搜集 一定会在可用性跟隐私保护 中间好像做一个权衡 那现在因为有这些新的技术 所以就不再需要做这个权衡了 那这个当然还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第一个问题我会讲比较久一点 因为要让大家有时间按赞 那接下来我就会回答的稍微快一点 有11位朋友们问说 那社创中心是一个跨部会的单位 那公务员是怎么样消除政府各部门的本位主义 不管我们的巡会座谈 像我们青年资讯委员也可以 call巡会座谈的时候 是带大家到那个限定 按照那个限定的需求去进行讨论 而且负责主持这个讨论的 他比方说小桌长 或者是就是及时来提供服务的这些朋友 我们会很刻意的去调一些 其实不是他的业务的本位的机关的朋友 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我举例好比上说上2017年 大家记得当时有一个 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这个连署的提案 那就是有一位设计师 他是用Mac 就跟我一样用苹果电脑 那一年刚好Java Applet 就是Oracle 就是不推荐使用这个技术 所以他在暴雪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他会说请耐心等候 但他等了五个小时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他就很不爽 因为暴雪本来就很不爽 那要等更久就更不舒服 所以他就写难用到爆炸 那但是呢 我们当时就透过一种开放共创的一种方式 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任何人的事情 关于我们个人的事情 那只要他有公益价值 众人指示 众人住职 每个人都可以来帮忙 所以我们就公开征求 说你知道看不顺眼报学软体 我们就一起来财政部资讯中心 大家一起画出明年的报学软体来 那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就算比较就是住的离赛中心比较远一点 也可以用线上的方式加入 简单讲就是你心里来 那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 就不是由财政部的朋友来主导 那他可能是各个不同的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可能海巡署的或什么之类的来主导 但是等我们真的要讨论海委会的案子 就是向海致敬 关于钓鱼啊 关于冲浪啊 等等的油漆活动的时候 说不定那个时候才是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那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们下的班也是公民啊 也是乡民啊 就是财政部的朋友自己也很喜欢钓鱼或虫啊 那这个海外卫的朋友说不定自己也要报水啊 所以他们在主持这样讨论的时候 就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就不是站在他的本位主义的立场 因为这边毕竟不是他们不会管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社创联系会议 在社创巡回也都是相同的 就是说提出很多最有创意的主义的朋友 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有亲朋好友住在那个地方 对于那个地方社会创新特别有感 但是并不是他主管的业务 那这个时候就是当中央的这个公务员 都用这种非常就是以人民 以民众作为本位 而不是以他的政策作为本位的角度 来提出想法的时候 这样子的刨砖预域 当然就更容易让大家来共同参与 而且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的公务员嘛 他知道怎么样提出有可行性的方案等等 所以他就可以转移这个民众实际的需求 也是他的需求 去给这个可能有本位主义的 其他的部位的朋友知道 但是又不是单向的施加压力嘛 有些事情也是比较适合由民间来做的 那所以就算有本位主义的公务员 慢慢也会发现说 我参加社创方案 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全部都用 我们的预算来解决 很多透过像ESG投资啊等等的这种方式 很多民间的力量事实上是比公务员还要来的大的 所以他们慢慢就发现 这是让人很安心的一种参与的方式 其实没有什么风险 那我常常就是跟他们说 省力跟安心 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跨国会协调的目的 那大家只要能够有共同的价值 自然大家都省力 然后大家都可以比较安心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新闻朋友们想问说 请问对疫情未来的趋势 有什么看法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台湾以外 绝大部分的国家在最近两年 都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被数位转型 或者是如果它本来的基础的平凡 等等投资不足的话 可能是惨遭数位转型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之外 绝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不管是远距的学习 远距的工作 远距的医疗等等 其实都已经变成好像 不得不惨行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在台湾 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经验 大家如果有小孩的话 可能知道说 在暑假前的一小段时间 我们也被迫数位转型 不过当然时间比较短 这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就是说去年正年 就是其他各国都已经 就是有点就是尝试错误的这种方式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软体 这些配备 这些应该要调整的部分 大概都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 那技术也成熟非常多 所以当我们在今年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里面已经成熟的这些部分 它非常视讯 现在大家都非常会使用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去加上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面对面 现在也不用分口照演讲的部分 但是因为大家扫QR Code都很习惯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可以收起 大家扫QR Code 然后随时想到什么就PO上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其实是虚实整合 就是我们在面对面的这个情境里面 我们又可以结合全世界各国 已经帮我们pilot 已经实验了一整年的去年的这些做法 然后把我们就是人跟人之间 所以本来就已经很紧密的这种社会关系 能够把它放大 就是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然后让不在场的朋友或事后才看到这个录影的朋友 或者即时这个拘手发问可能觉得说 我拿着麦克风不想打断 那又可以透过这种slido的方式等等 那就让大家更有意义的能够去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疫情我想对于数位转型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速器 那我觉得在台湾最好就是说 我们不是被迫没有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在就是有选择的情况下 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场会议 透过这些辅助的工具 可以做的更好的情况下 来运用这些数位的工具 那当我们在做这些就是越来越习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恢复力resilience也就越来越好 那像你的简讯时间制刚刚提到的 就从大概24小时才能够完成初步的疫情调查 那到现在几乎是全自动的吧 7月疫调辅助平台上线之后 可能24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疫调 那它也可以很有效的当新的希拉兹姆出现的时候 alpha到delta不知道接下来是希拉兹姆的时候 可以很精准的很快速的把那一个区域的R值降到1以下 所以我想未来一定还会有新的变种 会有新的希拉兹姆或者可能会有SARS 3.0 什么之类的 但是当这些出现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觉得好像措手不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很正向的经验说 那我们只要回来运用这些这些方式 那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model 就是不是由上而下的大家 只是之前或是其所以然的去封城啊 或怎么样 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出新的做法 来做这件事情 像刚刚进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我们QR Code产生器 它可以用些很可爱的图片 让大家比较愿意扫 那或者是说我们也看到像LINE 也支持我们 把他们家朋友的那个扫码器 变成可以扫减讯实验制的扫码器 这也是在大家的促成之下完成的 或者是如果他是漫游的门号 用国外的电信商的话 那1922他没有办法传简讯 那台北通就发明了 所以他可以透过网记网路来传输等等 所以每次知道有需求的时候 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创新 而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创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疫情带来的一个 社会创新的一个契机 就是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 很多位数十位数百位才是数位 所以所有人看到有可以做到好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去创新 而且扩散 我觉得这个是疫情 对我们带来的一个好的一个影响 有些朋友们问说 请问您认为元宇宙要普及化 会有多久 对我来讲 其实元宇宙就是所谓的shared reality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互动的感受 如果是人不在这边的朋友 好比像说这边有个空的椅子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确认说 他可以好像身力其境坐在这个椅子上 然后就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对我来讲 共享现实每一个空间 好比像说视窗中心 要怎么安排大家要进入这个共享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到最后就是只有少数的几家 好比像说Zuckerberg等等 可以来安排这个空间的逻辑的话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宇宙 而不是一个pluriverse 或是一个multiverse 它可能就是它自己的这个单一的universe而已 那我会觉得说 在台湾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这样这样子的shared reality的时候 想到的并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要进入同样的一个系统里面 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都自己开始开发 自己的这种shared reality的一种就是情境啊等等 那包含像交通部观光局啊 关于这个绕镜啊 关于解释 他们都用很多方法是实际走入那个地方 关心这个体验的朋友 按照怎么样充分来感受这个体验 而安排而设计这个shared reality 共享现实的规则 而不是说好像就是非得挑一个既有的平台 然后是我们去配合他们的技术哦 那所以这种就是开放原始嘛 共创等等的这种精神 我想在台湾是已经非常普及的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去看到说 有哪些场景哪些应用 比较适合带入这样子的一些技术啦 像说到高山啊到海底啊 这种实际上就很难去的这些地方 那我觉得实际在那边去安排这样子的互动 我觉得这个是共享现实 我想大家会比较愿意做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旅游的需求相当的多 那在某些特定的题目上面 它可能会普及的比较快 那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下子都说 它全部网路要取代马路 有的时候大家面对面这种实体的接触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是它是为了我们实体的这种互动 把它增幅 让不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它时间 失去跟我们不一样的朋友 都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参与感 但它并不是用来取代 人与人的接触 我们看国外有些是取代人与人的接触 但是因为他们封城 关在家里太久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好像替代一下他们关在家里的现实 但是在台湾我想我们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 还是重点还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这种互动的方式 它是多元的 不是低元的 不是单元的 是因为朋友们问说想请问 机关加QR Code整体的模式是什么 我们扫的资料去了哪里 以及政府是如何追踪资料的 那就如同我刚才所说 就是它是分散式的储存 台北通也把它看成一个变形的 那一共有六个就是资料的储存点 他们中间是不互相互通 所以你的资料存在那边之后 过了28天没有人看 就自动删掉了 那绝大部分都删掉了 然后那实际上有人看的话 就像刚刚讲到医疗人员他必须要登入 他必须要留下记录 说他是哪个县市政府卫生区的医疗人员 那除了他们之外 其他人依法都没有办法取得这样子一个资料 那但是呢 这几大电信商在之前 确实如果大家有配 有位张院森法官的投书的话 说这些电信商在 證拌跨国诈骗什么的时候 按照通讯保障监察法 确实有一小段时间 刑警会受到这个备份 因为他已经在监听那一个嫌疑犯的电话 那但是我们上面不是写警供意料使用 这好像哪里不太对 那所以当张法官这样投书之后 那我们立刻就开了会 那社会中心也做了一个函事 说其实这个不算通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送给谁 这好像是一个便利贴一样 贴在你的电信商 那过四个礼拜 没有来看就撕掉了 那通保法那边是要储存六个月的 所以这显然不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法务部也做了函事 说如果这些电信商不交给这些刑警的话 那这事实上是合法的 按照通保法的那种个人 可以对个人的私人通讯 跟我们这种简讯实验值 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东西 所以从那个之后 我们在这个上面写的就是 警供意料使用 就更加严格的 更加负责任的是 警供意料使用 那当然就是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现在大家扫这个简讯实验值 是为了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 没有侦测到的隐形传播店 等于是为了之后四个礼拜做准备 那所以各大电信 目前也还是非常愿意 这已经不是企业策的责任 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的公共健身 就是国家队 那超过一定的使用量之后 他们是完全就是不收任何简讯的传输费 从来也没有收过 那那个资料储存的那个费用 运算的费用 这些必要的行政成本 时报时效 那个是就是 如果你除以到底 就是二十五亿则简讯的话 那个小数点后是非常多个零 零点零零零零零什么之类之类 这样子来来计算 那大概到明年的年中吧 我们可能会重新来检讨说 那这样子的做法 需不需要持续 但是在此之前 我想各大电信商都已经 就是准备好 当时他们用我讲的话是共赴国难吧 就是愿意贡献他们的 这样子的一种设施跟设备 去确保说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 不会侵犯到隐私 也没有资安问题的这样一个做法 不会逼着大家说 好像一定要信任一个刚发明的东西 而是可以运用我们已经现有的 就是包含像这个地震素包 洪水素包等等这种 透过简讯大家都已经知道 它的性质的东西 来进行我们医药追踪的这个服务 希望要遇到这个问题 那疾管家 它其实只是一个QR Pro 扫码器 那在一开始 非常感谢疾管家 愿意抢先来做 因为它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如果扫到 不是1922减讯十年制 它根本就不反应 所以它可以确保说 你不会扫到诈骗的QR Pro 但是很快 像台湾社交局里 那是我自己在用的扫码器 也加入了一个一样的功能 而且还比较快 那刚讲到LINE加朋友的主扫码器 也加了这个功能 当然还有台北通 趋势科技等等 所以疾管家 它是非常感谢 它是最早的 就是一个专属扫码器 但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可以用了 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对于虚拟货币的看法 以及政府未来的监管态度是怎么样 我自己现在的想法是说 在台湾我们每一次有这种全新的 大家还不太知道它的社会影响会是什么的 这种社会创新出现的时候 我们政府呢就是 不是法规去超前它 而是好像高速公路跟车一样 就刚好在它后面 大概三个车身 还几个车身的距离 那确保说就是 每一次它在做这种小规模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创新实验条例 比如说金融沙盒等等 去确保说这些创新者 跟我们金管会的朋友 像我们这边有Office R 每周大家都可以来找我聊天一样 同样他们在Fintech Lab那边 每周也可以去跟金管会的朋友聊天 所以就确保说 我们不会扼杀这些新的主意 但是呢这些新的主意出现 它说不定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社会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个风险 比较可控的这样子一个范围里面 让它先实验一下下 那如果实验半年一年之后 大家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的话 那它就出沙盒 那我们目前不是只有金融创新是这样 包含无人在聚 包含落海空的也都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医疗 甚至软体医材相关的 也都是用这种Sandbox的方式 就是在一定的人数 一定的时间范围里面 大家先看一下 它到底有正面还是负面的社会影响力 那如果是正面的话 我们就回来改法会 甚至改法律 那如果是负面的话 我们就感谢投资人 帮大家付学费 要知道不要这样子做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创新者 因此它的这个风险又被吸收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起就是传统的 好像是全部政府都要懂 全部都要监管 或者是全部放任 然后大家都变成韭菜 就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中间点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不断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让民间的创新可以发生 那当然在台湾 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疫情控制得当 所以我们并没有被破产 遭数位转型一样 我们目前央行的信用还蛮好的 这个法币 在全世界这上面也蛮有公信力 所以我们不会像其他的某些 就是管家领域 就是可能微超猖獗啊 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ATM 可能央行信用会要破产的这些地方 好像他不得不使用加密货币 即使加密货币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边 是很适合做加密货币的研发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它ready以前 就非得应用不可 那可见的说 如果这样子创新出来 真正能够除杀核的话 那它一定是可以解决 绝大部分全世界的痛点 而不是说好像因为重点发展 来弥补我们前一个阶段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 就像我们刚刚讲 社会转型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比较有社会参与的空间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后疫情时代的数位转型 政府要怎么样子辅导中小企业 以及有什么样子的配套 来协助企业主 那前阵子就是中期处的 这个云市级的这个方案 叫做Tcloud 那是有蛮多媒体报道的 我也在这边稍微广告一下 对那这个就是很专门为了中小企业 大家可能记得说这个之前就是数位五倍全 那当然现在也四百多万人绑定了 那碰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能够收资本的地方 不一定能够收数位嘛 那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去推出了这个五倍的这个资格 就是说好像有三万块钱左右的这个点数 任何人呢他不一定需要用工商凭证 他只要用他自己负责人的月租型的手机门号 他不一定要是公司 商号也可以 直接上Tcloud去申请 那他就可以说 那我接下来因为想要收五倍圈的关系 所以我想要运用这个聚合支付的这种平台 那政府补助比例呢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是一比四 也就是五倍 你在上面就是 采买任何的数位转型所需要的软体 或者是服务 那政府也就帮你吸收八成的就是经费 那在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 开店啊 行销推广 聚办公 企业管理 服务 市场分析等等 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就是行销推广 跟聚合支付 很可能是因为就是一开始的 五倍圈的那个商机的关系 还是上面最热门的 但是其他的包含就是做市场分析啊 做经销存啊 甚至房租软体啊等等这些 那在上面也都有非常多的选项 所以我是蛮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多运用于市集 这个方案 反正80%政府吸收嘛 那也是你的纳税条 不用还不用 而且这样子就是 它没有什么 好像你费用多少不可 你如果用一个解决方案 用一用 觉得说这都不合适 你立刻就换成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反正点数三万点放在那边吧 看你按照实际的需求的用量 来扣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辅导中央企业 输外转型的这个题目 那也能欢迎大家 在年底的这个补助 改回1比1之前 多使用我们这个五倍的这种方案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九位朋友问说 那请问政委啊 要怎么样子行销台湾给外国朋友 非常好一个问题 我自己这个很标准的讲法 就是说这个 we counter the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 and the info damage with no take down 就是说我们因应了疫情 但是不需要封城 我们又因应了这个甲讯息的危害 但是呢完全没有做言论管制或下架 那这个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 在最近两年 其实都有所谓的民主倒退 就是像刚刚讲到 他们被疫情所破 或者是被甲讯息的危害所破 所以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些民主倒退 或者是封城或者管制过延的这些事情 那但是他们的一般的人 其实很不喜欢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当他们看到台湾说 我们不是在这两个中间去做权衡 不是说你要牺牲一些自由来成就防疫 而是事实上防疫的过程里面 反而更民主化 就是大家对于政策的实质参与更多 每天下午两点可以听记者会 大概1920年的想法 就跑到那个记者会上等等 反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对于公共政策的了解跟参与 反而加强了 而不是像很多其他国家 因为封城或者言论管制的关系 所以反而下降了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会介绍台湾最主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是working with the people not just for the people 就是跟大家一起想公共政策 而不是只是把公共政策 push 到大家的眼前而已 那只要是民主政体 我想现在大概都很愿意来想这件事情 因为在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 他们都觉得 因为他们的特别是中央政府 但也包含一些地方政府 然后大家越来越不信 好像变成说这个一般的这种谣言 然后说什么五居天线会 什么脑坡控制什么 在台湾也有脑坡控制 但那个是大家笑话看吗 并不是真的因为这样子就不戴口罩 我觉得口罩有天线 不可能 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 确实是这种东西 它的这个受信任的程度 建议他们的中央政府还要高 所以就是怎么样子重建信任的这些想法 这些技术 是我们主要推荐对外国人的 那像最近不只是美国嘛 我们也有欧洲议会的议员也有来台湾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吃早餐 那他们也非常高兴的学习到说 原来就是面对这些就是 阴谋论啊 假讯息危害啊等等 我们并不是靠把任何东西下架 而是说 我们一下子就侦测到那一些 就是阴谋论 他当天的那个R值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会在 像在LINE上面 大家都会使用LINE 所以 我们在LINE上面就有很多朋友 去做讯息查证的工作 你只要长按这个任何讯息 他就会可以举报 然后跑到这个公开的职业库里面 已经有52万则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哪一些讯息 目前的这个R值 特别比较高 然后呢 当然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子 乱七八糟 这些讯息 这个随时都会被highlight起来 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知道好像说 现在有哪一些病毒的变种 心灵的病毒一样 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回应的 因为有那么多转传 那绝大部分实际上R值没有高于1 所以他一下子就又没有传染了 那但是就是会有一些 他的R值会高于1 所以就会go viral 就是病毒式的传染 那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确保说 那我们的即时的回应 或者是视察和中心的 这些独立的信用工作者 他可以把他的力气放在 大家最举报最多的 R值最高的那些讯息上 然后即时的就像可爱的总裁 就会出来就是澄清这个谣言讯息等等 确保说我们可以及时回应 而且让大家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并不是禁止大家转传 而是有一个完整的脉络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讯息是哪里来的等等 那像这些后来那些欧盟的议员 就开了记者会 在他们回去鲁塞尔以前 说他们感觉好像 这个有一座宝库 好像挖到了一个金矿 他们会非常觉得说 这个台湾好像是 就是不管是病毒 还是心灵的病毒 我们已经成功研发出疫苗了 但是这种疫苗 抗其甲讯解疫苗 他们那边还没有 所以很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就是做技术转移等等 那这样子他们认识台湾的方式 我觉得就比较全面 而且也是我们可以具体有贡献的地方 就像以前我们在农业技术 或者是医疗等公共卫生技术一样 全世界很多的朋友 他们一般的人想到台湾 还想到他们当时受过我们这些帮助 那现在我们在包含数位民主 刚刚讲到台湾模式上面 我觉得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让国外的朋友认识我 那主要就是民主的深化 作为国际连结的一种方式 深化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想要投资社会创新 或是做ESG永续发展投资的议题 有哪些方式 政府有没有相关的辅导措施 不但有 而且我们所有的辅导措施 都是集中在这个SI.1 也就是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所以在这个上面 很鼓励大家 就是有空 就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讯息 然后你可以按建立社创的帐号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加入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就是通好圈 那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一些产品或者服务 它本身就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那你可以注册进入我们的这个687家的社创组织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愿意在你的供应链里面 当你采购产品或服务 虽然你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还不是完全以永续为导向 但是你愿意多帮忙这些应永续为导向的朋友的话 那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所谓的产业伙伴 那产业伙伴就可以看到 不是只是采购也包含投资啊融资啊等等的这些需求 那我们也会去进行美合等等 那当然如果你采购到一定的金额的话 我会出来这时间颁奖给你 这就是我们的Bine Power的这个采购的奖励 那刚刚提到的其他的各个误会到底有哪些资源 我们也在盘消息这边 有一个政府资源的这个看板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不特别就是一个一个点开来 但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部会 十几个部会 都有他们自己社创相关的做法 而且也不一定限于特定的组织形态 在以前常常是说 公司就是经济部啊 合作社就是内政部啊 非议理组织 可能公益裁券什么 都是微服部社家属啊之类 但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些 部会的资源它是看你的社会影响力 就是你有什么样子可以证明的公益目的 那就对着这个去有补助或奖助或投资 或美和的这种方案 而不一定是说 你一定是哪一种组织形态 那在我们的这个新的概念底下 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创新的用法 好比像说在地的协会 那它可能用法人股东的身份 就控一家公司 以前都是大公司去开个非盈利的基金会 但现在也有就是比较大的就是 人民团体或组织 透过特别股的方式 去控底下的一家公司 像它既可以拼进民间经济部门 投资的资金 但是它的社会使命又不会飘饮 因为上面这个法人股东 可以运用特别股 否决权等等的方式 去确保说底下这个不管怎么增资 还是去做上面的这个公益目的 那像这种就是比较创新的用法 特别股用法 在公司法修法 就是把公司法开松名义 第一条说 这个公司就是为了盈利的 再加上一个说 但是如果公司自己愿意的话 它可以在章程里面去说 它一面盈利 那一面也照顾社会 跟环境的供应目的 等于多重底线 那在以前这个 大家只要看公司法 就觉得说 也知道哪里 乖乖的 但是现在我们公司 它本身都修改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社创平台上面看到 很多就是已经把 它的公共利益 它的永续发展 协定它的公司 长成也愿意揭露的一些伙伴的公司 好 所以我觉得这也使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我们社创平台上面看到 有9万朋友们问说 有9万朋友们问说 郑伟友 目前台湾约有三成贫穷的人口 政府有什么规划 来进行减贫的计划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理解到说 尤其是今年台湾碰到真正的 第一波的疫情的时候 确实是产生了一个 就是让皮肤差距扩大的情况 就是主要做外销啊 出口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真的是生意非常好 GDP成长十年来最高等等 但是因为内需的 这个还是多少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我也不在这边背书说 这个劳动部或者卫福部 投入了多少资源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 在执行纾困 跟后面的振兴的时候 的想法跟过去有点不一样 过去是以家户为单位 而且你要来申请 那然后我才提供 那所以很多 比较有empowerment的 就是能够增进在地的 朋友们自己 了解到有什么新的机会 这种讯息 就比较难主动式的投递 或者传递到大家的手上 那但是因为在去年的纾困 尤其在卫福部那边的 减难救助 其实我们已经有 就是惨痛的经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年是全部改变了 如果大家是家长的话 可能是比较有感的是 我们那个孩童家庭 防疫补贴 那那个纾困案 其实它的行政成本就是一个 以前的一个零头而已 因为大家就是实际去便利商店的提款机 然后用金融卡这个放进去 然后提小孩的健保卡号 那直接一万块钱就领出来 那或者说我们如果已经知道你的银行账号的话 我们就直接汇给你 而且还会 就是你的银行可能会推送通知给你 或你到线上直接提你的银行账号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子填什么申请书之类 那如果是真的比较弱势的朋友 他很难交出 不擅长使用网路的话 那我们现在也有就是会有新风 那可以直接填了之后 就分这一本丢进油桶里面 我们有专业的打字的朋友 帮你把你实际的需求说一话 然后就是主动来通知你等等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行政成本减低的时候 我们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这些政策 这些方案 才真的能够去主动的递送到 那个需要的人的手上 因为当以前行政成本很高的时候 第一线的公务员光身忙 看那个职本申请单就已经忙不过来 他比较不会去主动的去organize 就是去组织一些在地 大家可以协助学习等等的这些方案 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工作 还是降低行政成本跟降低 刚刚大家提到的 对于自然隐私这方面的风险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本来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方案 我觉得才有可能 比较有效的去接触到第一线的朋友 那当然我们继续把疫情控制得很好 让内需能够很蓬勃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才是很根本的 任何的纾困都是比较一时的东西 那我们越快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就越快回到之前 就是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看各国都是这样子的 有朋友们问说 近期推行有所谓的转弹法 那还没有立法 那台湾游戏厂商提供的几率 几乎不被玩家信任 请问有没有任何能够让玩家 所相信的验证几率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最近有点经验 对不对 我们有国家级的加码券抽签 然后就是在这个社团中心 就是摇那个球抽出来的 那我是完全都没有中 所以可见非常的公平 那意思是说 那大家不会质疑这个 就是几率不公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管是直播 还是你身后看录影 都有一个第三方很容易验证的方式 那第三方受信任的朋友在场 然后看到就是真的是一百克球 放进那个摇球的那个机器里面 不过当然我们在线上 如果你是手游什么的话 大概不可能每次开场的时候 就公开在那边摇一堆球 这个可能是太就是 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你事后可以集合它的记录 你当场的时候可以认证它的那个乱数种子 是正确的设定的 有没有一些技术 可以把我们刚刚摇这个球 大家都相信的这个东西放到线上呢 其实是有的 那同样是在区块链社群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技术 包含我们叫verifiable random function 就是透过一个就是签名的 数位签名的一个方式 确保说虽然只有庄家可以指骰子 但是他手上的那颗骰子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检证的这样子的做法 那像DRF或者是很多就是新的 所谓的Zero Knowledge Proof ZKP的这些技术 都是可以让大家能够事后去验证 他一开始的那颗骰子 就是没有灌钱 那所以我想接下来下一步 应该就是这些新的技术 也都是很多是最近两三年的才广为人知的这些技术 如果有某些游戏厂商 他自己开始愿意使用 那而且呢我们政府 不管是透过定型化契约 或者以我理解 现在各党派委员都很愿意 开始去讨论这方面的立法 去说你愿意做这方面的 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也是公共利益 所以你愿意给出交代的这些朋友 那一开始也许不是强制 一开始我们也许是promote 就是去揭露出哪一些游戏厂商 他真的是运用这些 大家第三方可验证 时候可检释密码去保护 做的方式去做这种公开抽签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我到那边比较不会配方韭菜 所以他们在就是商业营运上面 就会开始有优势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多社会创新的组织跟事业 他要变成所谓的social norm 就是大家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 那你不揭露就很奇怪 他从就是现在几乎都没有人 用这种第三方可验证揭露 到我们变成大家都用这个过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概念的扩散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听到说 原来事后的记录可以集合 可以验证 有verifiable random function 等等 这些技术的手段的话 那下一词 别人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社会创新 传递出去 那当大家都发现说 有这个选择的时候 想先做这个选择的这些手游厂商 那他就会有一个comparative advantage 因为大家就会选择 他的这个比较可信的做法 来消费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不一定一下子就到说 不这样做罚钱的这个程度 但是这样子做 我们就帮你弄到人进阶子 这个程度我们是愿意做的 那我想很多社会上面的信任问题 都可以运用这样子 就是多方可检验的这种密码学的方式 来解决 那希望要配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能问说 同志文以后 NFT市场是否有著作前侵犯的问题 NFT将来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危机 我仔细小的时候 学英文是靠玩一个指台游戏 叫魔法风云会 那当然后来有很多 像什么游戏网啊 什么之类 宝可梦之类的 都是这种集幻式指台游戏 如果大家有收集过球员卡 那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意思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人工的稀缺性 就是说他答应同样的这个 以后不再印刷 然后他这一版就印几张 然后你有某种方法去检证 说他是不是当年的那一份印刷 而不是盗版等等 那所以NFT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VRF是把我们在社团公开摇架的这个逻辑 放到数位世界一样 同样的也是把我自己一千万 只是魔法风云会 或者这个游戏网会 或者是球员卡的这种逻辑 NFT只是也把他放在数位世界上 所以其实你说 会不会有著作权侵权等等 那完全看他印出来的哪一张球员卡 有没有得到那个球员的同意吗 你乱印那你只是牵翻他的著作权 或肖翔拳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件事情 他不是因为说 他冠上一个NFT或区块人这个名字 他就变成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跟我们用纸本所想要造成的这种稀缺性可收集 和买卖等等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也不是说就是某种球员卡泡沫化 其他球员卡就一定泡沫化也很难讲 对不对 所以他每一个实际的需求 我觉得就是要用实际他现在相信他会持续的人 那以及实际上他创造了多少公共的利益 然后来衡量 如果他创造的公共利益是递减的 或者一开始就是负的 甚至大家发现说 他所在的那个区块链还在燃煤发跌 还在破坏这个未来的环境 那这样子的话很快的那种NFT或他底下的这个链 大概就越来越多人不会使用 越来越多人会转换到说 他是比较永续的 比较不好能源的等等的这种方式 交易量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 他底层的技术 也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社会跟环境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computation 他的竞争 就不是只是说服大家说 他可以承载多少交易量等等 而是说他在运算这些下降的同时 有没有帮后代子孙存款 还是是在透支后代子孙的环境的账户 那所以如果大家要做NFT这个题目的话 也要一并评估他底下 所有的这样子一个链的技术 是不是有永续的 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永续转型 或者近零转型的一个具体的规划 那要是没有的话 那大概就比较没有办法撑那么久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帮位朋友问说 那政府对于区块链技术 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 那我也充分揭露 我想就是我跟李泰芳的那个Vitalic Booterning 其实在一起创业 已经创业好几年了 就是我一面是行政院政务委员 但是一面也是国际分威力组织 像Radical Exchange 我也是他的理事 那当然没有收任何薪水 然后也是院长批准的 然后他也是分威力组织 这个倒在前面 不然立刻就违法 但是 就说 这个给我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 我一方面现在有弃的 国际分威力组织的兼职 所以如果有什么国际会议 多边的会议 连过周边的会议 我拿着 所以政委这一顶帽子进不去 我立刻换一顶帽子 我就进去了 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好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区块链 链圈 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军队 他们不能强迫任何人 接受任何规则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发展出 就对大家都好的 优因设计的机制 所以他们那边 对于这种民主的治理 也是我觉得我们的盟友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不要强迫大家 但大家还是愿意参与 像检讯、实验者这样子的系统 那在链圈呢 他们就会一直发明 好比像说 像我们总统北黑客松 我们就每年在这边举办 那大概都用了 以太方那边发明 就叫做平方投票法 的这样一种新的投票的方式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社创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 因为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候 对于永续发展目标 大家的了解 可能就是 如果你在开始一个网络投票 问说就是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大家对哪些 比较有兴趣等等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永续发展目标 在做什么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总统北黑客松 所以我们每年 在总统北黑客松的 这个网站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上百个 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 这种题目 那这些题目呢 从最早的指的是 抢救水宝宝 就是这些检测漏水的朋友 那他们就要巡回嘛 那所以从一个地方漏水到 他被他发现 在2017年 平均要花 接近可能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后来他们就有通过一个 机器学徒的方式 随时可能有漏水的时候 立刻就通知这一位朋友 那他准确率当时大概70% 他每天跑三个地方嘛 那所以70%三个地方 几乎他每天的时间 就是花在实际修漏水 而不是在那边停没有漏水的 这些水管 那而且也让年轻人 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啦 说真的 那反正每一次 有这样子一种好的 创新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机会教育一下 大家说这是永续发展目标第六项 那特别它是第六点四 就是increase 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ensure fresh water supply 确保说有干净的牛油水可以用 那当然这个奖杯 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然后底下是一个投影机 那只要你一打开投影机 这个奖杯 就会投影出总统杯嘛 就是里面有总统的奖杯 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那这个是一个类似神主牌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想法 在当时这个没有部会的经费支援 或者是没有这个法规上面 有一些至爱难行的地方 反正你只要赢得总统杯 那这个立刻就是在法规上面 在人员的支援上面 甚至合法基金 就会专门博预算 所以我们很多的包含说 在线高频正在试用的那个 究竟正在你赞同 就是在救护者上面运用 像无群网络 就可以直接在重大 就是外伤后送的时候 跟医院连线 这个就怎么办 也可以怎么停 或是之前蓝语 好像一家直升机有追落 那当地的这个护理师 他们有一个提案说 那如果能够会诊 就是当地的护理师跟医师 能够在本岛的这个 专科医师的协助 就是要证明给家属看说 你不一定要那么快 后送 我们还是有专科医师 可以远距的帮你 甚至去进行一些处置 那当时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护理师 只能在医师 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 去进行操作 但是医师在荧幕上的时候 当时是不行的 但是也因为他们 就是说每个人到总统 曼黑客松 所以衛服务就立刻去修法 而且去 博预算在所有的 不只是地道 也包括原住民族偏向 等等的地方 都有这样子 远去会诊的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 就是这上百个提案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 每个都扣合到 去发展目标 到底哪一些是 大家最关心的 其实我们就是用 从区块链圈来的 这个平方投票法 那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说 每个人到总统 曼黑客松的网站上 都有99个点数 那这个点数呢 有200多个提案 我们在礼拜的网路投票 你就集中全部灌到一个 然后就把视窗关掉了 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边不是这样 就是当你喜欢某一个 这个概念 但是呢 很多水盒子 大家自己在天边 就可以去量它的水质啊等等 你如果喜欢这个 那你投票给它 你会发现说 当你投一票的时候 是一个点数 那你如果投两票 你就要花到四个点数 三票是九个点数 就是平方的来源 所以你有99个点数 那你只能投多少 那九票嘛 9981嘛 那你就发现你还剩18点 可是你第十票 已经投不下去 因为你没有100点 所以这个时候 绝大部分人就不会 把网页关掉 他就会开始看旁边的这些 就是别的更有意思的 这些题目啊 到底跟他 我中意的那个题目中间 有没有一些synergy 有没有一些综合效果 那18点的话 那他可以再投个四票 对吧 然后14、16嘛 那他还剩两点 那这个时候 你又会再看两个案子 所以几乎所有人 都会投到四个project 那或者是说 当你投到最后的时候 发现本来那个 可能也还好的 你就会把一些点数收回来 所以他等于是 让每个人 他投每一票的编辑 成本 跟他的编辑效应 变成刚好相同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博弈论就告诉我们说 大家就会花最多的时间去 看这些中间 哪些有综合效果 那这样子 200多个案子 最后选出20个的时候 那剩下那些 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编组到 跟他们有最多的综合效果 的这些队伍里面 所以从某个效果来看 没有人输 因为当你投了 这四个或五个案子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两个 最后会进入前二十架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避免 我们在民主制度里面 很多就是投完票之后 一半的人或超过一半的人 觉得自己输了的那个情况 那这个也是从区块链圈这边 传来的这样子一种新的民主治理方式 我们在这一次的总统文化奖的纪念创意奖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投票 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们想到区块链的时候 我想到并不是 主要并不是让它取代新台币 因为刚刚讲到 我叫航空行李真的还不错 新台币并没有立刻 就要取代的这个原因 那但是从区块链这边出来的 这种创新的治理模式 民主运作的模式 平方投票法 平方融资法等等 这个真的是我们 随时都可以运用的社会创新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 因为像是他们是我们的研究部门 然后我们永远是像他们的应用部门 这样子的一种角色 所以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 如果有空也可以多了解 就是radical exchange 那边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有巴黎朋友们问说 政府会不会想要推出NFT 其实如果只是说就是求援卡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政府是有推出很多人 我举例 好像去年 大家如果有用健保块移通的话 有时候会发现说 上面有一个护台湾住世界的这样子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两周都没有去领口罩的话 你就会累积一些配额 这个配额 现在你就已经不能够去领了 因为已经过期了 但是呢这个配额 你可以把它转成什么呢 就是转成要求外交部 去捐等量的口罩 去给全世界的人道救援 那所以当时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就募了超过七百万片口罩 那所以从就是各国收到台湾的口罩 他们扫着的QR Code 就会看到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功德的墙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有响应的朋友里面 大概一半就是要显明 就是他们的名字 写在我们的这个开放资料上面 等于就铸币嘛 就是这个也是non-fungible 因为这个钱也是难得到的 就是你到底贡献了几篇口罩这件事情 那当然有另外一半的朋友 还形成了不予人知 也是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像NFT这种概念 我们不一定需要群态力 我们有时候有健保快一通就可以了 我们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现在越来越多 像这样子的比较参与式的做法 那包含说 你要把你的哪些资料 交给你新人的哪一家医院 或者是某一个社群像治抗堂 这些社群去进行后续的应用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 在你的肩膀快一通里面去授权 或者是去取消 甚至这种数位签章 虚拟肩膀卡 你不需要实体的刷卡 只要对着荧幕的镜头 另外一端的医师或护理师 就像我们刚刚 总统美黑克松 那个蓝宇的提案一样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透过扫一个QR Code 来刷肩膀卡这件事情 现在也已经在肩膀快一通上面去实作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像NFT这样子的创行 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不一定要转换成什么区块链 来去运行它 区块链可以当成我们的一个创立的来源 但是我们也可以自己 在我们的肩膀资料库 在我们的Open Data这边 因为大家对这个的相信的程度 显然还是高过对以太坊的相信程度 怎么是吧 这些想法在我们自己的公共建设上面应用 不一定是切换到这种所谓公链的公共建设 但是在那边当然研究开发的速度 都比我们的肩膀资料库来的快 所以先让那边释出所有资安 所有这种安全等等的这些问题 因为在那边如果有什么资安问题的话 你只要能够侵入那个系统 立刻就可以就是赚一大笔横财 所以能够在一台方 或比特币那边撑那么久的这些设计 大概在资安上面的问题是比较少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想法 也再拿回来在我们的治理里面去应用 那有七位朋友们说 台湾的疫情这个不是未来 是说对我们现在有怎么样子的影响 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最大的影响就是 我现在是好像是失去旅人这样子 就是我一醒来可能早上六点多 像我刚刚才在那个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就是这个Washington DC 那变了一场研讨会跟大家分享台湾模式 那所以一醒来大概都是南美北美的朋友 跟我互动 那当然在白天的时间就慢慢到印太地区 然后到傍晚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几乎都是跟欧洲或者非洲的朋友互动 那所以每天都在北四环游世界上 那这个跟疫情前完全不一样 疫情前我如果要见到就是跟我同级的就是部长 或者是议员的话 那几乎都是不是他们过来就是我们得飞过去 因为他们的working level的这些朋友 就是比较中阶的官员 用视讯比较熟 而比较资深的高阶的官员 基本上是不用视讯的也不相信视讯 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用过视讯品质很差 所以他们一直有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几乎都不太可能透过视讯约得到 但是当我们实际实际过去这种国际场合的时候 常常就要担心有人抗议啊 護照啊 翻桌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这种事情 所以当时2017年的时候 我不是派一个机器人去联合国日内华建议 那个时候是说表心立意什么 结果现在这两年所有人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开会 每个人都是一个16比9的一个小方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international norm 就是国际交流的常规改变 那对我最立即的影响就是随时 其他国家的任何部会的首长 他想到台湾的时候就不会暂时说 那我要请我的working level的人去安排一个 这个可能有高危险外交风险的这样子一种会面 相反的 因为大家都已经加好友了嘛 他稍微写个email稍微听我一下 我们几个人就直接进入一个线上的聊天室 那然后就直接开始视讯会议 也不需要经过我们的working level 因为他们这两年发现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他们自己按一按一幕就可以操作 而且还不用戴口罩 所以其实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所以现在他们想到台湾的时候 不会像以前距离那么远的那种感觉 而是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人 随时都可以在线上开始讨论 而且没有抗议跟翻桌的问题 所以至少对我的工作的影响 就是现在我们就真的觉得是一个global neighborhood 就是全世界一起关注的一些比较迫切的一些议题 刚刚讲到民主不要倒退啊 怎么防疫防止小讯息啊等等 那这个就是好像全球真的是在同一个时间 虽然不是同一个时区 去进行讨论去进行外交工作 那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都是有一种 好像被孤立啊 很遥远的去的有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蛮正面的这个影响 好那大概今天是不是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想愿景最后还是 就是社会创新的愿景了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开门造局 逆行逆来 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愿景 是working with the people 不是只是for the people 今天谢谢大家 好那个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唐政伟 这么亲切的一面 那今天的话 那个